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再加上宛容家境 血统都比文秀要好 最终溥仪就在宛容的照片上画了个圈 这一圈就直接决定了宛容这凄苦的一生 宛容与溥仪成婚时17岁 这个年龄可以说正当青春年华 俩人刚成婚时确实度过了一段很幸福的日子 宛容除了本身就长得没意外 还对西洋文化很有研究 而这一点恰好特别对溥仪的口味 据说两人有段时间还曾在宫中每日用英文写信 对于大清皇后这个位置 以前都是很多人争着要做 而可怜的宛容偏偏成了大清最后一个皇后 根据伺候过她的太典回忆 宛容与溥仪表面上看着很和谐 但其实一次夫妻生活都没有 起初二人还靠着兴趣爱好能增进感情 到了后来宛容就整日变得郁郁寡欢 也许是在宫里除了太监外见不到其他男人 她对身边所有的太监都很好 就连晚上睡觉都不关门 只拿一块布相征性地遮一下 甚至在她洗澡的时候 都是坐在那里一动不动任人随意摆动 更多的时候 她喜欢坐在镜子前观赏自己的身体 对于一个年轻貌美女人而言 最悲哀的就是嫁了人 却又要忍受寂寞孤躁的生活 不仅没有夫妻间的那点乐趣 还没有了自由 回想起来也许宛容和溥仪 两人过得最开心的便是刚成婚的那两年 至于溥仪为什么一直没有后代 天生伺候过宛容的太监孙耀婷 在临死前留下了一句话 她说溥仪并非是身体不好 而是她根本不喜欢女性